Practice 9.19a, 又是了, 看回到这条文字体 The cost of making a photo frame 就是Sum of two parts Pars, Barser variation One part is a constant, 即是说它是K1 第二,Various inversely as a number of photo frames made Inversely, 即是它是K2 over N 然后,去到这里停一停, Part A 我们开始把这条文字关掉 Let's see 等于K1 加去K2 over N K1, K2是不灵的 这个是升 好了, 接下来到The cost 接下来说什么 The cost of each photo frame 就是$20, 即是说 C等于$20 而这个是160个 photo frames made 这个是N 这个是第一组数据 然后, 还有第二组数据 这个是钱, 即是C 这个是数字, 它是N OK? 现在, 你就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就是这里 C是20 N是160 第二组就是C是17 N是400 然后, 然后便代数 再各顏 normal 比ad C等于20 N等于160 入去升这条式,那你就有20,等于k1加k2 over160 那你又是,全式乘160,方便你之后计数 160乘20是3200,这个是160k1加k2,一式 然后再代,C等于17,n等于400,入去升这条式 那你就有17等于k1加k2 over400,变成400乘17,变成6800 这个是400k1加k2,一式 那变成2式-1式,6800等于400k1加k2,减去3200等于160k1加k2 那变成3600,减去就是3600,这个就是240k1 那你选择之后,就变成k1是15的 那我们选择之后,那你选择之后,就变成k2 那你选择之后,那你选择之后,就变成k2是3200,等于160乘15,加k2 那变成k2是800,所以你选择之后,就变成k2是800 所以你这个C,就会等于15,加去800除回N,800除回N,这个是A part答案 B,回到the cost,即是要找C,如果那个photo frame是200,即是N 即是如果N是200,就问你C是多少,那part B,你就是when N等于200,C等于15加去800除回N,这个是4,即是19 所以你回答,the cost of each photo frame 就等于19元,有单位的,一定要写